药老最后达到了什么境界 随手都能拿捏斗地强者 药老作为硝炎的第一护道者 对硝炎是全身心的投入 也正是因为药老的出现 硝炎才有机会成为斗地 而硝炎对药老同样也是给予了回报 不仅将药老当成老师 也当成了父亲 为了复活药老 硝炎可是煞费苦心 一切都力争做到完美 那么你知道药老最后达到了什么境界吗 我们都知道 药老在身孕之前 被人尊称为药尊者 自身实力可是达到了九转斗尊巅峰 仅差半步就触及到圣境 但被寒风与木骨老人坑害后 想要在恢复之前的实力 或再做出突破会更难 但在硝炎的帮助下 药老不仅成功复活 还一举突破智骨 直接晋升到了半圣 在陡破大结局的时候 药老再次借助硝炎提供的妖圣精血 将境界提升到了一星斗圣 虽然境界不是很高 但五帝破空前往大千世界之后 硝炎也在那里站稳了脚跟 将药老也接到了大千世界 在这个全新的环境中 药老再创辉煌 境界就像开挂一样 直接飙升到了仙品天至尊后期 足以威慑一方 虽然在《斗破三部曲》中 大家对斗地对应大主宰中的境界 是众说纷纭 但也就介于地至尊与出入天至尊的境界 而药老是一位仙品天至尊后期的强者 拿捏斗地那还是分分钟的事 对此大家怎么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